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又来到J-Leap会客室的时间 我就是主持百元豪 今集已经是第10集 不经不觉也是2021年最后的一集 而今集是特别篇 因为我们除了会和你一起看看 J-Leap的年度颁奖礼精华片段之外 更加就会看看J-Leap的培训计划 今年的J-Leap年度颁奖礼 有很多球员得奖 球规就完结了 到底一班球员是抱着什么心情 出席年度颁奖礼呢? 我们一起看看 神射手是横奔水手的前田大猿 和川崎前锋的李安到达美奥 两人分别入了23球 一起排在射手房的第一位 不是双手的逼 MIKE 是隐备的第一位 因为我发现成继续 我也可以来自身的 天与我感激烈的 还有一位三章 大猪奔 突然都不会 onboard 我认为你出去打的自己做的最好 我持续交 pem,我的朋友,國朋友 每个人都要走 在每个地方都不用相信 你必须得永远露 我让你們的朋友们 我们给予了最好 我们可以成艾人 但你肯定和了一个广ATHER 他们一人想想就想做那种艾人 但是他也忽悸过去 我感到很高兴 我也感到很高兴 我每次做球都很高兴 名共屋铭魚的齒谷耀一郎 在11月27日對大阪櫻花的賽事 射入精彩的一球 令他得到年度最佳金球 我非常嬉害 我剛才說過 在郭文雄紗的前面 我真的以為自己的打擊 我非常嬉害 我當時小時候 大久保選手的那種素晴的打擊 結果 我會成為一種打擊 所以我會成為小時候的記憶 最佳年輕球員 在六島六局的荒木遼太郎決定 首先是在鹿島上活躍 在世界上戰鬥 我會在日常練習 我會在附近全力的打擊 和把球的激動 等到達成功 我會在鹿島上活躍 我會在年來 我會在兩桿的打擊 兩桿打擊 兩桿打擊 我覺得可以做到 神戶勝利船的印尼斯特 和名古屋鎮魚的杜煥陽 都入選了日積聯最佳十一人 我們是最好的季節 很棒的季節 我們希望繼續進入 年來的季節 我們希望繼續進入 我們會做得到最好的季節 我們要去祝福 這很大的季節 年度最佳一球会当然是金界特职联冠军 而球队监督鬼目达就得到优胜监督掌 非常に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取りやすい気軽に何でも話せるようないい兄気分というかそういう感じの監督なので選手はとても親しみやすいというかいい空気をすごく作ってくれます 川崎前鋒の李安到达美奧成為年度最佳球員 とても嬉しいです とても嬉しいです このようなプレミューを得られることを言っています 私たちは常常に言っています 私たちは締役で組の組で とても嬉しいです このような会見を思い出すかもしれないです このプレミューでは全ての全ての影響を超え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るかもしれないです 今次我们就去到六岛六国采访 更是找到他们U18的监督 香港人非常认识的 前日本国脚柳泽敦做访问 在12月日职联结束后 我们去参观了位于日本慈城园 六岛市的六岛六国academy house 这里有近40名15至18岁的年轻球员 为了成为顶尖球队的一月而努力 他们全部都是住在宿舍 每天同附近的高中一起进行练习 我们一起去看看日本的足球浴城究竟有多强 这一组academy house在2019年进攻 由六岛六国球会踩单车过去五分钟就会到 这里无论是宿舍、健身室、放波波的地方 餐厅、休息室、大浴场 与及足球训练所需一切都是应有尽有 我们还和球队的监督柳泽敦聊天 我们现在在职44名的高校生以外 中学生也在职业中学生 同じ学校に通過 終わってから近くにあるクラブハウスのところで 全員が一緒に練習を行っているような形です 大会としてはユースは今プリンスリーグというようなリーグに参加してまして その上にプレミアというところがあるので その昇格を目指して今頑張っている最中であるというところと 大会がもう一つ全国大会としてはクラブユースという大会があって それは夏に群馬で集中開催されるんですけど そこの2つのタイトルをかけながら活動しているという状況です 基本的にはアントラーズのジュニアユース ユースの下の年代には鹿島は3校ありまして その中から基本的には選ばれた選手が昇格してくるというような形なんですけど それプラス今はスカウト活動も頻繁になっていまして 全国にスカウトの人たちが探してきてスカウトして 今は4,5人ですかね 1年生から3年生まで合わせて 4,5人の選手たちがスカウトされて 鹿島の方に入ってきているという形です 特徴? 強み まずはこういう素晴らしい量が去年できまして 本当に色々な外部からの選手も呼ぶ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きたというところと あとは同じ学校に通うことが一つ利点としてあって 学校の協力も得てなるべく早い時間にトレーニングが行えると トレーニングが行われた後の栄養面だったりとか それから休息する時間だったりとか そういうところも含めて非常に潤滑にトレーニングができて しっかり休養しながらサッカーに集中できるような環境というのが整っているかなと思います あとは良い選手たちが集まってきている状況なので 非常に競争が激しいというところ やっぱりそういった競争力というのが選手を成長させてくれますし そういった面では非常にユースクラブチームというのは 選手が成長できる場所としては素晴らしいのかなと思います 一番はやっぱりプロサッカー選手を育成するというのが 一番の目的だとは思うんですけども やっぱり全ての選手がそういう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ので やっぱり人間としてどう集団生活の中で社会に出ていたときに 素晴らしい大人として社会に送り出せるかというところも 含めて考えていか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かなと思っていますし ただ一番の目的はより多くのプロサッカー選手を排出すると なおかつ今目標としてはアントラーズで主役になれるような選手を というところで目標を掲げてやっていますので 今トップチームも非常にいい選手が入ってきても すぐに海外に行くというような循環ができてきていますので そういうところをユースの選手が常に見えていけるという そういうところにユースの選手がいるというような状況が 作られればそれは最高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所有年輕球員都在附近六島六角附属高中上学 放了学後 下午4時前 就會在六島六角球会集合 之後就會開始訓練 除了監督柳澤敦以外 同他以前同隊的另一位傳奇球員 担任技術顧問的小粒員滿藍 都一起進行指導 每位年輕球員都很認真地進行訓練 除此之外 我們都跟六島六角另一位傳奇球員 涉高談過 問問他 覺得六島六角青年球員的實力 以及對他們有甚麼期望 分枚代表 分析ここに移行 分析大選手 这帮助了很多年轻人的育成 所以,Cashima有帮助了好年轻人 有帮助了好年轻人 当然,这帮助了这帮助了 这帮助了这帮助了 在主角的位置 希望能夠能夠表現好 Cashima在未來 基本上是基礎 年輕人的年齡 有好處 有好處的工作 他們會合作在場地 我們希望他們能夠合作 能夠有好處 Cashima 像其他年代也有了 在訓練室 我们可以见到这样的Message 竞争力 大家向着同一目标 争取胜利 面对失败 主体性 对自己的意志和判断要有所负责 对自己的行为而得出的结果负责 凡是彻底 主是凡是要理所当然 贯彻到底 自主性 在得到别人帮助之前要采取行动 说不定这些说话 可能就是把年轻球员 培育成厉害球员的秘诀之一 最后球队监督柳澤敦 也有些东西想和香港的球迷说 香港的各位 是柳澤敦监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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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努力 非常努力 努力 是非 负责 争取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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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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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OID 寄付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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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有线电视播放日迹和日月的赛事 明年 有线电视也会继续播放JD的比赛 详细的直播时间表 大家密切留意着有线电视的网页 香港球员 欧阳耀聪为大家 送上今年最后的Message 大家千万不要再过 大家好 我是欧阳耀聪 这一年 好多谢大家对我支持 为了保留大家 现在就会送上我今年在YCC的球衣 詳情就在留言难度留意 我也很希望下年 大家继续多多支持 多谢大家 有掌问答游戏参加者 我们将会抽出三位的答众幸运仪 他们也可以得到欧阳耀聪的签名波三一见 第一条问题来 到底在我们节目的第一集当中 哪位川崎前方的球员带了Message给我们呢 第二条就是问到 今年的神社首席前田大言和李安到达美奥 到底两位球员同样都是23球之外 哪位川崎前方的球员带了Message给我们呢 第三条问题来 今年日职联总共踢了38场比赛 除了日本籍的清水心跳球员拳田收一 他踢出这么多场之外 另外还有哪位日本籍的球员同样都踢出这么多场呢 大家只要留意着留言位置就可以了 接着就和大家看看2021年宣布挂香的球员 在内界看不到他们的精彩演出 相信不多不少都会有些寂寞的感觉 今年40岁蒲和红传的阿布勇树 他在1998年以16岁之零 就在当时日职联的千叶士园柱子登场 在日职联总共上阵了590场 不经不觉已经在日职联活跃了23年 大阪櫻花 39岁的大九部家人 2001年加盟大阪櫻花 在2013至2015年球季 当时在川崎前锋的他 连续三年成为日职联的神射手 他在日职联入了191球 是日职历史以来入球最多的球员 今年他在日职联29场入了6球 仍然在日职联很活跃的他 突然宣布今年结束职业球员生涯 效力日月长期城公圆 41岁的玉田桂司 1999年加盟柏雷素尔 之后他也在名古屋庆域 大阪櫻花 长期城公圆都相当活跃 他在日职联同日月 总共射入了133球 而他在日本国家队的时候 都相当活跃 今个月的JLead会客室又到了尾声 感谢大家在2021年度 对JLead的大力支持 新的球季 如果大家仍然很想知道 更多有关JLead的详情 就要密切留意JLead的YouTube频道 Facebook、Instagram和Twitter 拜拜